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星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非常奇葩的果实 叫做勺子豆 大家很多人没有吃过 就是这种 它是长着像勺子一样的 那个豆子在勺子里面 来 试验机过来 看一下这里 看到没有 这个有点高 我试把它敲一下 看怎么敲下来 差一点 太温柔了 再重一点 断了 棍子都断了 再重一点 再重一点 还有一个 哪里 好整理 坐下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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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然那么减 有点保护 快点讲 没办法 只能这么整 要不然拿不到 打到没有 还有没有 拿不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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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吧 先下来 好 慢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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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个玻璃 太费劲了 为了吃这个条跟豆真的是活出去了 看一下 这个就像那个勺子一样 它就长在这个勺子上面 这个就跟那勺子一样 它长在勺子上面 所以我们当地人都叫它勺子豆 好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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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豆子来之不易 所以这个树不好拿 这个树又不好爬 一棵树又没有几棵 就那么一点 等一下我们拿回去炒吃 爆炒